好,继续来看到瑞穗的五鹤台地扩大灌溉服务建设 以水利数6700万元旭风季估计划的经费 那么今年进行五鹤二期的工程了 那么建置13座大小不等的蓄水池以及管线铺设等作业进度 目前整体的工程师都已经进入到了尾声 渴望在12月底前完工 那么农水属花莲处长的张其伟表示 接续将推动东五鹤地区喷灌系统建制的改善 按部就班分期分年将五鹤台地喷灌系统建构来完善 从2020年开始至今农水属花莲管理处 分别完成瑞士乡五鹤台地一二期扩大灌溉区旭风季窟的基础建设后 今年年初着手进行五鹤台地供水二期工程 让五鹤台地喷灌系统更争完善 前面几期总投资的金额大约是六千七百万左右 目的就是应用我们农田水利署的一个 过大灌溉服务的一个执行策略 在平日在我们中央山脉的一个取水过程中将灌溉用水存续起来 利用台地上既有的十九座水塔以及我们后续建制的十三座的一个蓄水池 来完成这个蓄水的一个任务 包括景林五鹤 包括景林五鹤扫巴石柱移植园区的这一座蓄水池在内 西五鹤地区辟建十三座大小不等的蓄水池工程都接近尾声 也使得农水属花管处西五鹤地区喷灌系统建制改善 迈向最后一里路 处长张其伟表示 如果没有问题最快今年年底就可完工 蓄风祭枯来抗旱 一个蓄风祭枯的概念 平时就把这个放该用水继续起来 利用一个水埠满的一个概念 那目前的话就是在西五鹤这边预计年底会完工 后续目前也在规划 中五鹤那包含到大平顶地区 都是我们未来会持续推动的一个方向 日子上五鹤台地蜜香红茶 咖啡以及混蛋又农产业巴达 但仅海拔两到三百公尺的高台地地形蓄水不易 再加上近几年极端气候冲击干旱缺水严重 从2020年寻找水源 辟建2000吨蓄水池蓄风祭枯后 农水属今年赤6700万元 进行西五鹤喷灌系统的建制改善 预计12月底就可以完工 处长张其伟除了期盼在地农民能尽快成立 喷灌相关自治委员会来管理 至于东五鹤地区 张其伟说目前已经完成规划设计 按部就班来推动 记者是预兰瑞瑞瑞采访报道